他們的資格有發一個皮箱的錢 跑來銀行要匯六千塊美金 相當於18萬新台幣的女子 還沒敘述完她和網友的故事 原警就已經知道她被詐騙了 然後她東西卡在海關那邊對不對 我好像怎麼都知道 女子說自稱在阿富汗 擔任醫師的中國籍男子 兩人透過LINE聊天半年 沒想到竟然碰上詐騙 是主動加你LINE的 然後她自我介紹說 那是做什麼的這樣 女子好奇自己的帳號 怎麼會被外流 原警檢查她的手機 發現她可能是被假的 免費貼圖活動給騙了 免費貼圖的那個部分 來可以盜取你手機的一些東西 跟一些裡面的資訊 不過有時候官方真的會做活動 送免費的貼圖要怎麼分辨 警方這麼說 三個好友 三個群組或十個好友以上 類似這種單一的免費貼圖的話 是一定要注意的 因為這個幾乎都是屬於詐騙的手法 另外警方建議可以到LINE的隱私設定內 把阻擋訊息的功能打開 或者乾脆關閉ID搜尋功能 避免詐騙集團找上門 MING PAO CANADA業員 MING PAO CANADA